14个月大的228受难家属林李彩 先生是12岁就流浪的外读会会长 228事件77周年前戏 2024年2月25日星期天早上10点到11点 有梦上水第165集励志节目 特别邀请228被枪决的高雄市林亚区长林剑女儿 当时才14个 月大的林李彩 分享父亲被杀害7年后 33岁的妈妈离世 林李彩与姐姐林李颖成为 没父没母的流浪女悲惨岁月 以及对228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 为何只被查 我爸爸没有罪 为什么要恢复名誉 天还没光 纠针凶帮凶 拆杀人莫同像 让台湾成真正国家等228受难家属观点 接下来分享林李彩夫婿 河南来的第一代台湾人 廖中山自幼离家流浪 随军来台在部队半党务自称 蓝卫兵 同学眼中的党棍子 海军中尉 为应并退役住万丹中学 结缘林李彩谱出练曲 离开教职跑船的三副二副 陈旧航海学的大学教授 出国留学前接触正南荣 自由时代 杂志而回归海洋台湾 是李乔推崇的海洋文化的棋手 与陈师梦等72人成立 外省人台湾独立协进会 被推为首任会长 最后再分享他母亲的不幸遭遇 与心目中的不平凡妈妈 点案政治迫害 平反阿扁总统